你還得去考慮說萬一你的不孝子不孝女 回過來這邊請你那邊去照顧他 那還得了 所以說為什麼通貨膨脹的這個概念 我比較希望各位能夠去想想 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 去玩玩看 譬如說你說你退休之後有五百萬 五百萬 那是你退休五百萬 譬如說現在那個五百萬在你的帳戶 退休之後的五百萬也許是三十年後 在你的帳戶裡面存進去的五百萬 但是三十年後的五百萬 如果你回推到現在來看 他到底值多少 你馬上就這邊馬上就可以去算了出來 如果說剛才是差不多幾乎是一比二 用這樣一比二的方式來講的話 你就抓兩百五十萬 你抓兩百五十萬去回推 應該沒有那麼少 就大概是四百多萬 如果是說你抓到兩百八十萬的話 就差不多是五百萬左右 換句話說你以為說我三十年後會有五百萬 其實他的價值大概僅止於現在的兩百八十萬 這個還是最樂觀的看法 這只是第一步 我的劍拔來先跟各位分享 當然可能會有些網友心情有點已經不太好了 但是這個先跟各位講 他所引用的是目前台灣所主技術公告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當作通貨膨脹的算法 但是我們主技術所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的算法 是屬於比較樂觀的看法 好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 我們剛剛已經進入到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試算表 各位就回到你剛剛那個網頁 我知道你有一點難過 但是回來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這個統計表 在統計表裡面你按一下那個統計表 他就會有一些Lilicocco的東西 Lilicocco的東西來講話 在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時間數列查詢的第一個 就是一般大家在電視新聞媒體上面看到的 什麼消費者物價指數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他是用這個來算的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英文叫做CPI 是用這個來算 但這個來算為什麼是叫做最樂觀的算法 我想比較詳細的部分來講話 那個可能另外就是用 辦一個講座跟大家去講解 但是請各位你往下看 我們先往下看 在消費者物價指數幾年幀率 再往下移一個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生活物價指數銜接表 各位可以點一下 生活物價指數銜接表你點進去之後 它已經跑出兩三次了 開啟 你點進生活物價指數銜接表之後 它會跳出另外一個不同於CPI的部分 那我想這些部分來講的話 各位你就先用聽的 因為它上面是用數字 我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跟我們所習慣用的CPI是差別在哪邊 這也是很多網友他會跟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就會講說CPI 我們一開始用的那個通貨膨脹的CPI 它統計的是包含 十億住行娛樂一共是424項東西 但是這424項東西來講的話 對於很多人來講 我們就講生活物價指數來講 生活物價指數大概是 大概是只有包含其中的大概200項 那這200項跟這424項差在哪邊 424項裡面來講 有些在所謂的整個計算的權重上面來講 各位如果說你有點進去看一些詳細的內容 你就會發現 在十億住行娛樂裡面 因為這邊是有一些 先把它已經之前做好的一些資料 在十億住行娛樂裡面 在物價指數的權重 權重最大的是居住類 就是我們住的這個部分 它的比例是比較大 那第二個才是大家以為 比較攸關民生的就是食物類 那第三個是教養娛樂類 所以說來講 在這個權重的大小 其實會有很大的差異性 所謂的差異性是代表什麼 因為居住類它的權重高達28% 然後它所計算的是什麼 它計算的是房租 它不是計算房地產 它計算的是房租 換句話說 可能對於一般消費者來講 油漲了 店漲了 雞蛋漲價了 衣服漲價了 甚至連什麼交通車 什麼費用都漲價了 但是房租沒漲 房租沒漲 但是在房租沒有漲的情況之下 房租所扮演的居住類的權重 又特別大 所以變成是房租沒漲 就形同CPI沒怎麼動 然後你剛才講到什麼 雞蛋啊 衣服那些東西 它只是包含在食物類 或者是教養娛樂類 譬如說大家講什麼學雜費漲價 然後什麼安親班的費用漲價 但是那些在所謂的CPI的權重裡面 它的比例又比較低 換句話說 我們一般所使用的CPI的一種狀況 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樣 就是權重比較低的 吃喝玩樂那些東西 權重比較低 漲價了 大家感受到了 但是權重比較高的 像什麼可能是三年五年才買一次的冰箱 降價了 然後電腦降價了 然後房租根本就沒有動 所以說權重大的它沒有漲 權重小的它漲上去 然後兩個喇喇在一起之後 CPI沒動 就形同沒有動 所以說為什麼建法拉會跟各位講 剛剛給各位看到的所謂 那個我們在計算通貨膨脹 像各位所看到的這個所謂的通貨膨脹消費者 物價指數換算 它所引用的是屬於424項整體性的東西 那是比較樂觀的 那是比較樂觀的算法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 如果說我們探討是一般的 真正的攸關我們生活的 我們可能要探討的是 剛才給各位介紹的 叫做生活物價指數 生活物價指數它那個波動的幅度就會相對來的大 所以說各位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們在螢幕上面看不到 你按照剛剛建法拉分享的話 你回去點點看就會知道 它的整個年增率來講的話 會一下子會下跌超過4% 然後一下子會上漲超過5% 它的波動幅度其實比較跟我們的感受度 會有點接近 那但是因為這個東西 它是從2007年才公佈 所以說它的整個時間 包含的期間還不夠長 你還沒有辦法去算出所謂的 10年或者是20年 甚至是30年的長期的趨勢 但是建法拉是把 剛剛所跟各位所探討的 房租我們不討論 然後什麼電冰箱我們不討論 我們討論的是我們一般日常 包含了你要養小孩或是你自己 十一住行 那些相關的條件 我們自己把它抓出來去做評估 那所得出來的所謂的通貨膨脹 你再回到這邊去算的時候 你原本預估 退休的帳戶裡面有500萬 其實給各位一個最簡單明瞭的算法 就是請你把你預估的 30年後的值除以二 除以二就可以 那就是代表是說你其實 你以為身上有500萬 其實是代表說只值現在的250萬 你用減半的方式去 這還都算是比較粗略的一種算法 甚至有些人講是說 我小時候一包乖乖5塊 那過了20年之後 乖乖就已經變15塊 你用這種方式來算的話 大概吃也吃不好睡也吃不著 因為你會發現那個物價的上漲幅度 那個東西是跟你民生攸關的 你可能認為說房租的確沒有什麼漲 你五年前租房租跟現在租房租的確沒有太大的變動 但是正因為這個沒有變動 在CPI的這個統計公式函數模型計算裡面 它就會是說 所以台灣的物價相對穩定 但是就各位來講的話 你現在去找到50塊的便當 它在你們家隔壁看你會超高興 因為你可以把那個吃飯的錢省下來 但是你就一般來講的話 那個排骨飯啊雞腿飯那些 都是從大家印象中的30、35 現在大概都是60、70 甚至還要再更貴 但是它的菜跟它什麼東西 跟以前是完全沒有什麼改變 這個大概就是一種差異性 所以說今天只是很簡單的讓各位知道 這總體經濟的這塊領域 的確有很多是所謂官方版 然後官方版它並不是刻意地去掩飾一些現實的狀況 而是國外也這樣用 大家也都是這樣子用 它就是包含424項、11住行娛樂 即使剛才所提到的房租那些東西 在國外它也是會把它算進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很多的網友或是一般人 會覺得說為什麼政府所公告的 明明現在的價錢漲成這個樣子 油也漲什麼都漲 只有薪水不漲利率不調之外 什麼都漲 為什麼政府還在講我們的通貨膨脹是很穩定 這個大概就是最大的差異性 那在這樣的差異性情況之下 各位你是不是應該要更清楚 而且你必須要讓自己更為習慣去思考 所謂的當你在買保單 當你在貴花退休金 當你在做長期投資這種佈局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要把這所謂的通貨膨脹靠近 考慮進去 甚至我們在講說 當你去買一個保單 你買的是說小孩子剛剛出生 買他二十年買他三十年 你現在來講說好像是 他身上買個兩百萬買個三百萬 他現在的每年的保費 可能就要繳到不少錢 你原本認為這樣子好像還不錯 但是過了二十年過了三十年之後 你會發現三十年前的兩百萬 其實等到他拿到手上的 都只剩下一百萬不到 然後那個時候你原本預期的一些 很多的規劃的事情 都會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在今天來講 雖然我們沒有拿太多的例子 跟各位去做說明說 通貨膨脹你到底要怎麼去思考 怎麼去算 但是各位請你先從所謂的主席處的這個 通貨膨脹漲跌購買力換算這個網站 你自己去玩一次 你大概就知道 你為什麼要讓自己習慣 通貨膨脹這四個字 要列入你的筆記本 列入你的座右銘 你隨時隨地要去想到這些事情 尤其是在做一些 包含時間在內的長期投資或理財 請你一定要把這四個字放在裡面 你才會知道說你買這個保單 你退休金這樣子算 到底合不合理 到底說現在來講 像很多人來講的話 我們最後的ending就講 很多人講說現在是 什麼年金三千塊五千塊 你當然覺得很了不起 三千塊五千塊 現在覺得還OK啦 但是你想說 如果三十年後我給你五千塊 你會不會想看我 會啊 因為三十年後來講的話 你這邊隨便按嘛 你這邊說三千塊 三千塊三十年後咧 我所謂的現在三千塊是說 你現在過日子要花三千塊 但是三十年後來講的話 其實你的身上必須要擺五千五百塊 五千四百塊左右 你才能活得下去 但是如果說政府只給你三千塊或四千塊 你會發現你活不下去 這是一個觀念性的問題 希望各位今天先有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自己過去玩玩看 玩玩看之後來講話 如果還有什麼議題 我們再做交流就可以了 是 錢已經很不夠用了 那考慮了通貨膨脹之後 錢怎麼更少 更難過 更難過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感謝王大哥來教大家 怎麼來考慮通貨膨脹 對我們生活上的影響 你確定是感謝嗎 對對我們可以 你應該是很難過吧 未雨綢繆多賺錢 好 那今天呢 非常謝謝王大哥 還有各位收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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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